第1118集 叶晨察觉到启西 整个人的眉头一皱 虽然秋海目前已经到关键时刻 不过叶晨不得不叫醒他 要不然他们两个都要完蛋 怎么回事 秋海被叫醒 眉宇之间夹杂着怒火 不过感受到启西脸色突然一变 此刻一到人影率先冲过来 叶晨一看发现是方老 现在的方老脸上再也没有清淡的面孔 看到叶晨的一瞬间反而一脸震惊的神色 叶晨竟然没死 在他眼里 叶晨早就已经是一个死人 谁知道对方就无比完好的站在他面前 叶晨神情凝重 在方老的后面站着两名造化镜五层天的强者 不仅如此 这些人的身后一万多名混原镜舞者站在一旁 此刻他们两个人彻底被包围 方老看到叶晨的第一眼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毕竟叶晨只是混原镜 顶多有一些小手段 秋海 交出镇足之宝 要不然没人能够饶恕你 方老一句话让秋海有些疑惑 他炼化的东西可不是什么镇足之宝 如果千年冰晶是海族的镇足之宝 那未免太过可笑了 秋海 我劝你不要反抗 这件事已经惊动族长 你若执迷不悟的话 到时候族长亲自镇压你 方老眯着眼睛 内心的怒火可笑而至 镇足之宝关乎到他们一族的事情 在一旁的叶晨脸色有些焦急 秋海的实力他可清楚 根本不是族长的对手 一旦秋海完蛋的话 他也要跟着一起死 叶晨 你能不能帮我拖住半个时辰 等我炼化完千年冰晶 到时候秋天在 也不用怕他 秋海的话音一落 叶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的神色 拖住半个时辰 谈何容易 这边方老一个人就可以随手镇压他 好 叶晨一咬牙同意下来 现在的情况只能够依靠秋海 一旦秋海输的话 他也要跟着死 秋海看了一眼叶晨 也不知内心在想什么 随后盘腿坐下 炼化千年冰晶 在他炼化的时候 神念观察着叶晨 一旦情况不对 他只能先逃跑 秋海对秋天恨之入骨 不过也知道 没有实力的话会死得很惨 叶晨深吸一口气 身上不朽的气息爆发出来 但这些远远不够 玉兽灵神 也该你出手了 单独依靠他自己的力量 绝对不到三息时间就会被镇压 此刻 一股股狂暴的灵气涌入他的身体里面 转眼一瞬间 叶晨的气息竟然直接突破到半步造化镜层子 他的面色猙獰 狂暴的灵气在他体内快要撑爆 若不是不朽身体 现在的身体完全承受不住 半步造化 目前已经是他最大的极限 再突破一步的话 叶晨的身体直接会破碎 叶晨手中握紧血魔剑 冷眼看着方老他们 疯狂的突破让方老轻微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哪怕突破到半步仙尊又如何 在他面前依旧是蝼蚁 李玲 你去解决掉他 方老冲着旁边一个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他怎么说也是一名造化镜巅峰 还拉不下脸 对付一个小辈 李玲的实力达到造化镜 碾压叶晨不是问题 叶晨眼眸望着李玲 发现他的脸颊有一半都是林文 看着模样异常恐怖 李玲走出来不屑的看了叶晨一眼 要不是方老开口 他根本懒得对付这种垃圾 人族蝼蚁 给你个机会 在我面前自裁 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叶晨露出一丝冷笑 看着李玲犹如看傻子一般 你的实力 想要我自裁还不配 他当初混圆镜 就可以占造化镜 目前借助玉兽灵神的力量 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现在的李玲真的没有资格 我看你是找死 李玲眼睛里面 闪过一丝狠辣的神色 整个人彻底暴怒 他可是造化镜的存在 竟然被一个人族蝼蚁鄙视 不可饶恕 海族在大海里面有天然的优势 只见他的身影直接消失在旁边 叶晨的一双眼眸死死的盯着 突然看到在大海里面有一道诡异的波纹 斩 李玲并不是隐身 只不过在大海里面能够利用海水 隐藏自己的身影 手臂抬起 血魔剑的气息疯狂的爆发出来 不朽剑翼疯狂喷发 一道极致的剑光宛如雷霆怒吼斩杀出去 恐怖的剑气弥漫在海水里 方老看到这一幕眉头轻微一皱 一剑斩在李玲的腹部上面 剑光直接刺透他的肉体 一道星红的血水飞溅 秋天的身影闪现出来 他的脸色苍白 一双震惊的眼眸看着叶晨 叶晨是怎么找到他的身影呢 不仅如此 他的肉身可是能够比拟妖兽 以身实力更是达到造化境 不仅是他 在旁边观看的海族也傻眼了 叶晨只不过利用外力而已 竟然能够打伤李玲 人足砸碎 我要你死 经过短暂的震惊 整个人暴怒 在后面可是有数万舞者在看着 他的脸面彻底被丢光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晨 不可饶恕 他今日必须让叶晨死 才能够一血迁持 叶晨内心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他必须争取时间 杀 他的一双眼眸里面充满杀意 既然已经和海族结仇 两者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 寒冰剑决 夜晨怒吼一声 寒冰法则在这一瞬间直接爆发 周围都是冰晶 他的寒冰法则 在这一刻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海水凝聚成冰块 冰冷的剑气 让他们都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在后方的舞者忍不住打哆嗦 这股寒气太冷了 李玲的脸色大变 他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 刚想要逃跑 却发现他的双腿被冻住 并且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全身 夜晨挥手一剑下去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一剑展出 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剑光接触李玲的一瞬间 骤然爆炸 他身上的冰块炸裂 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血色 嘴里面吐出一口血液 一击让他身受重伤 现在的他满眼都是恐惧 都不想再继续战斗下去 只想着逃离 他的想法刚出现 突然看到一缕剑光 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夜晨冰冷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一颗头颅滚落 鲜血喷涌而出 滴落在他的脸颊上面 一剑下去 直接斩断李玲的头颅 李玲并不是不强 如果一开始重视夜晨的话 绝对不会轻易惨死 至少有一定的迂回能力 在夜晨击杀李玲的那一刻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后方的舞者窃窃私语 看着夜晨的身影 眼神里面一丝恐惧 甚至有些舞者 双腿都在发抖 造化镜的强者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 找死 方老瞬间暴怒 李玲可是一股不错的战力 竟然死在人族蝼蚁面前 这一刻夜晨抬头一看 眉宇紧锁 在方老冲过来的一瞬间 他的身影疯狂地后退 造化镜巅峰 他杀不死 方老大手一挥 在夜晨的头顶上面 出现一个硕大的阵纹 这个阵纹上面布满绿色的纹路 压抑的气息 出现在夜晨的心头 阵纹发出嗡嗡的响声 气息直接锁定夜晨 夜晨脸色轻微一变 迈开脚步 身影想要逃离 却发现根本动弹不得 这个阵纹上面 有一股巨大的禁锢之力 完全动不了 斩 既然已经退无可退 夜晨决定以力破力 夜晨抬起手中的血魔剑 不朽剑意疯狂地喷发出来 剑气化石 凝聚在他的周围 剑气交织身上不朽战意疯狂爆发 这一剑是要捅破天 绿色的阵纹不断地落下 镇压的气息 让夜晨的身体不断地颤抖 斩 夜晨大手一落 骤然之间斩下去 一剑欲斩九天 在两者接触的一瞬间 剑气不断地消散 反而镇纹上面 连一丝的裂痕都没有出现 方老凝聚的镇纹 防御力惊人 夜晨眉头紧锁 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 必须想办法解决 要不然 一旦被彻底镇压 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人族蝼蚁 不用挣扎 我的万年神阵 你破不开 方老一双眼眸里面 眯着笑意 想要打破他的阵纹 怎么可能 哪怕造化井巅峰的强者 也需要全力轰击一个时辰 夜晨眼睛里面 闪烁着疯狂的神色 他绝对不能被镇压在这里 到时候秋海逃跑 怎么会管他的死活 夜晨收起血魔剑 硬生生抬起手臂 一双不算宽厚的手掌 贴在阵纹上面 他的身体不断地下降 手臂上面的青筋抱起 脸上痛苦的神色 不自量力 方老冷笑一声 阵纹的重量 根本不是夜晨能够承受的 如果是造化井巅峰还差不多 夜晨发出愤怒的咆哮 一双手臂早已经是血色 他的手臂弯曲 脑袋一撇 眼眸里面充满疯狂的神色 给我起 夜晨疯狂的怒吼 不朽的意志强行支撑着他 他绝对不能够在这里倒下 他还要镇压一个时代 当初欺辱他的人 仇害未报 我有一身不屈傲骨 一个小小的阵门 给我起 他绝对这些是 很高兴的但是